欢迎大家收看科技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滴滴计划在2024年在香港上市彭博社报道 地图制造商TOMTOM的第三季度亏损收窄 汽车部门增长提振了业绩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提醒亚洲人需要和平共处的必要性 美国计划对中国公司实施更多的人工智能芯片限制 已关闭漏洞 银行首席表示现在是相信非洲未来的时候了 请大家收看 中国滴滴计划在2024年在香港上市彭博社报道 路透社据报道 中国的顺风车巨头滴滴出行计划于明年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此前该公司在2021年12月因中国监管机构的调查 而被从纽约证券交易所摘牌 滴滴在美国的上市引发了有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担忧 地图制造商TomTom的第三季度亏损收窄 汽车部门增长提振了业绩 路透社或数字地图专家TomTom报告称 2016年第三季度的营运亏损小于预期 该公司季度营运亏损从一年前的1780万欧元减少到870万欧元 超过了分析师预期的1100万欧元的亏损 TomTom的汽车部门表现强劲 增长速度超过全球汽车生产 这是公司增长的重要依靠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提醒亚洲人需要和平共处的必要性 南华早报 大卫多德威尔David Dowell战略通道Strategic Access首席执行官 认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最近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不应被视为遥远的问题 而应该看作是对太平洋地区的冲突提供教训的冲突 多德威尔呼吁更深入地了解冲突的历史根源 引用1948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 和阿拉伯语中的内克巴、纳克巴或灾难 作为塑造当前局势的关键事件 多德威尔还警告国际社会 不要急于将哈马斯最近的袭击定性为无端的 因为这忽视了双方的挑衅历史 美国计划对中国公司实施更多的人工智能芯片限制 以关闭漏洞 南华早报 据报道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关闭一个漏洞 该漏洞允许中国公司通过海外子公司 获得美国的人工智能芯片 去年 美国对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和芯片制造工具实施了限制 但是允许中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 自由获取相同的半导体 这个漏洞使得中国企业 可以从深圳的供应商购买芯片 关闭这个漏洞 是美国政府割断中国与顶级人工智能技术联系的努力的一部分 但专家表示 监管这些交易很困难 远程访问位于海外子公司的芯片是合法的 银行首席表示 现在是相信非洲未来的时候了 未报 非洲是老龄经济体的未来劳动力 是时候摒弃有关腐败和风险的神话了 非洲开发银行行长阿金维米阿德西纳表示 阿德西纳表示 人们对非洲经济前景的信心正在复苏 有充分的理由对此持乐观态度 他接着说 非洲的人口优势 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和广阔的投资机会 意味着正在发生转变 他说 通往贫困的最快途径是出口原材料 而通往财富的高速公路 是通过全球价值链为一切增加价值 从石油 天然气 矿物质到金属和食品 非洲必须采取一个立场 即不再处于底层 而是处于顶层 他说 他表示 过去几年 吸引国际投资者的创纪录金额 表明人们对该银行 加快非洲发展能力的信任 得到了恢复 阿德西纳呼吁国际金融体系 更加公平地构建 以便非洲国家能够像发达国家一样 平等地获得储备和流动性 阿德西纳将在本周末的世界银行峰会上 呼吁公平 对我们来说 非常重要的是特别提款权的问题 非洲需要更多的资源来为气候融资 但实际上 现有的资源是不够的 目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 已经在桌面上了 发行了6500亿美元 非洲只得到了330亿美元 这只占了4.5% 这不好 而欧洲的一些小国得到的更多 这是不公平和不包容的 他说 最大的挑战在于气候危机 如今 非洲每年因气候变化 损失70亿至150亿美元 到2030年 这个数字将增加到每年500亿美元 然而 非洲只获得全球气候融资的3% 他说 上个月在内罗币举行的非洲气候峰会 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他说 非洲国家首次集结起来 表示我们不再单独讨论气候问题 而是共同提出非洲问题 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功 报纸报道 10月13日 英国独立报 英国正在向东地中海 派遣战舰和飞机 以支持以色列 应对哈马斯在周末的袭击 美国承诺向以色列提供更多武器 同时敦促他们保持克制 以色列发布了证明 哈马斯在袭击中杀害婴儿的图片 被哈马斯俘虏的英国人之家属 恳求他们的释放 首相已只是警方控制住反以色列的仇恨 英祖总英拒绝点亮温布利 以纪念哈马斯袭击的受害者而受到质疑 伯尼 埃克莱斯顿因涉嫌4亿英镑的欺诈罪认罪 每日新报的头版报道了臭宠 中国外汇管理局表示 央行数字货币的特点可能会改善货币政策 陆透社 中国外汇管理局官员陆磊表示 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可编程特性 可以增强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陆磊建议 基于其可编程特性 CBDC可以用作M2货币 包括存款和储蓄 这些可编程特性允许进行设置更改 例如添加到期日或限制某些用途 陆磊认为 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探索这些特性 以调整CBDC的利率并管理宏观经济 陆磊还提到 使用CBDC进行跨境支付 可以使交易安全 电力和包容 美国必须准备好 与中国和俄罗斯同时开战 委员会 半岛电视台 一项评估美国战略姿态的国会委员会 呼吁该国加强军事现代化 以确保在与中国和俄罗斯 可能同时爆发战争的情况下 保持战备状态 这个由六名民主党人 和六名共和党人组成的两党小组 建议采取紧急行动 应对美国面临的威胁 包括对常规和核力量的现代化 该委员会指出 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冲突风险增加 增加了核武器使用的风险 该报告还呼吁增强美国及其盟友的常规军力 一切皆有可能 这位哥伦比亚亿万富翁正在挑战Metrobank 金融时报 哥伦比亚亿万富翁海梅 吉林斯基已经收购了Metrobank的控股权 此前这家英国银行宣布了一项9.25亿英镑 11亿美元的交易 以加强其资产负债表 吉林斯基在2019年首次购买了Metrobank的股份 当时该银行的股价受到了会计丑闻的打击 分析师对Metrobank的分行模式提出了质疑 但吉林斯基认为 如果能够控制整体成本 实体分行仍然具有竞争优势 咨询公司GFT UK在2019年的一项调查发现 67%的受访者更喜欢在线银行业务 根据消费者组织Witch的数据 自2015年1月以来 其他英国银行已经关闭了该国超过一半的分行 莫迪的政党如何接管了印度最富盛名的私人俱乐部之一 金融时报 印度德里体育俱乐部是印度一家享有圣誉的会员制俱乐部 目前正成为该国执政党与其会员之间一场激烈争议的焦点 该俱乐部成立于1913年 历史悠久 被视为印度就贵族的象征 然而 由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领导的政府指责该俱乐部存在财务管理不善和滥用权力的行为 作为回应 政府接管了该机构的运营权 引发了与争取重新掌控俱乐部的会员之间的法律斗争 这场争议被视为政府控制印度公民社会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德里体育俱乐部有着悠久的历史 一直是印度统治阶级心爱的机构 然而 它也一直是争斗和阴谋的对象 政府最近的接管导致了俱乐部会员和政府官员之间的指责和反指责 政府声称该俱乐部存在财务管理不善和滥用权力的行为 而俱乐部会员则认为接管是执政党控制公民社会的政治举措 德里体育俱乐部的争议被视为政府控制印度公民社会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政府被指责打击非政府组织和智库 反对派认为接管俱乐部是这一行动的又一个例子 争议仍在进行中 双方陷入了一场争夺俱乐部控制权的法律斗争 此案的结果可能对印度公民社会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报道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吧 首先 中国滴滴计划在2024年在香港上市 滴滴的上市计划受到了一些担忧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看到中国科技公司的成长和发展 接下来 TOMTOM的第三季度亏损收窄 汽车部门的增长提振了业绩 这显示了汽车行业的复苏和增长 也表明了数字地图技术在汽车行业中的重要性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提醒亚洲人需要和平共处的必要性 这场冲突并不只是中东地区的问题 它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对全球和平的提醒 我们应该深入了解冲突的历史背景 以更好的理解并寻求解决办法 美国计划对中国公司实施更多的人工智能芯片限制 以关闭漏洞 这显示了美国对中国科技行业的担忧 但是要监管这些交易并不容易 因为远程访问位于海外子公司的芯片是合法的 银行首席表示 现在是相信非洲未来的时候了 非洲的经济前景正在复苏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非洲必须采取行动 从底层走向顶层 实现繁荣和发展 英国向东地中海派遣战舰和飞机 以支持以色列应对哈马斯的袭击 这显示了英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但是英国政府也面临着一些批评和质疑 中国外汇管理局表示 央行数字货币的特点可能会改善货币政策 数字货币的发展将对货币政策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 美国必须准备好与中国和俄罗斯同时开战 这个观点有点夸张 但是这也反映了当前国际局势的紧张性 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能够和平共处 避免战争 最后 哥伦比亚亿万富翁正在挑战Metrobank 这显示了金融界的竞争激烈 也是一个机会 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家的活力和创新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希望这些讯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意见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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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